学运进入了第20天 而刚刚的最新进展是 立法院长王金平呢 他在11点钟 带着30多名的朝野立委 在议场大门前 摆了一个小演讲台 并且郑重宣布 在两岸监督条例完成立法之前 将不会召集服务相关党团的朝野协商 郑重向各位报告 在两岸学艺监督条例草案 完成立法前 将不召开两岸服务贸易学义 相关党团的学商会议 王金平强调在两岸监督条例 没有完成之前 不会审服务协议 他并向学生喊话 应该要退场 让立法院恢复运作 而发表完声明之后 立法院长王金平他一转身 就从议场大门走向了这个议场 而这也是太阳花学院开始以来 王金平第一次踏进立法院议场内 虽然现场有小小的推挤 但随后王金平顺利和学生一一握手 停留了大约大概五到十分钟之后 没有发表任何的言论 就离开了议场